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帅杨家将 几位杨家男儿不仅在片中忠孝仁义 气外也兄弟情深 不过据正义剑爆料 几个兄弟中只有周渔民性格内向 不太和大家聊天 这是我的个人的习惯 然后但是我在这部戏里面 我真正学到的东西是 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 在如何让大家团结的条件之下 但是你又不影响到每个人的个性 我觉得这个是导演跟大哥的功劳 他让我走进到他们的世界里面 然后我可以仔细地 即便不讲话 但是我喜欢去听他们说话 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 杨家兄弟再怎么互相爆料 也只算是内部矛盾 而对于外敌 杨家将还是能同仇敌开 一致对外的 帅是该片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 那几位各自都人气爆棚的主演比帅 更让导演伤脑筋了 是我最困难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在开拍的时候 我就告诉自己 他们每一个人的戏份一定要平均 就怎么样去平均他们呢 就是每一个人一定有一个很 特别的性格 据信影片中烈杨家将 即将于4月4号在全球同步供应 届时影迷和粉丝就只要坐等 这部帅哥宴开席了 这部帅哥宴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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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帅哥宴开玩笑